大家好我是Joseon的貝斯 那我今天要來跟大家講的就是臨時小學校 臨時小學校就是我們就是從2019年開始做這個專案 然後2020年然後2021年呢 我們就是有了就是今年會開始一個新的計畫 然後首先大家看到的呢就是我們新的計畫就是 我們會開始跟一些學校合作 包括現在有在談的一些高中跟大學 然後我們今年的第一場就是3月1號 會在國立台南一直高級中 就是台南女中辦今年第一場的營隊 然後這個營隊呢就是我們會邀請一些就是Joseon的 我們會跟我們一起就是進到學校裡面來教高中生 就是何謂Jilvy然後以及臨時學校的一些專案 以及我們平常都怎麼做專案 然後希望就是更多的學生可以理解就是我們平常在做的事情這樣子 所以就是小小的打廣告一下如果你有認識的可在 就圖男女男移動男二中跟假期的同學 歡迎他們可以來報名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什麼是臨時小學校 那我就是再講一次那臨時小學校是 就是九中團在做聚焦在教育的專案 然後其實我們今年想要希望可以就是推廣更多資訊科技分析問題 跟協作分工的概念 然後希望可以讓更多人就是跟社群一起就是自學跟工學 然後我們的英文名稱就是Score就是把就是OL用001去替換 就是我們希望把數位概念放進教育的概念裡面這樣子 好這個是我們去年做的事情就是我們做了很多工作方 然後demo day然後也在牆壁有一整天的議程櫃 然後然後最後去年demo day也選了六組互長團隊 然後這些互長團隊今年都還在繼續成長中這樣子 像是幸福存哲啊跟導導阿學等等的還有co-teach 那我們今年呢就是希望可以進到學校裡面辦銀隊之外呢 我們就是在社群也會繼續跟大家就是辦小學校黑客宋 就是小松 然後我們今年也會繼續去台南 所以我們3月1號在男女辦了銀隊之後 我們3月2號會在台南小松 然後我們希望今年可以把就是更多軍營專案變成就是開源的教材 來讓更多學生可以來參與 然後希望可以用這個來推廣開源寫作跟自己的概念 那這是我們大概的課營隊的樣貌 就是我們通常就是會有一整天 然後早上會跟大家講GMV的整個概念 然後下午就是會讓學生去就是學他們有興趣的課程這樣 然後這是課程的內容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需要的人就是我們希望可以找更多 然後如果你是學生的話你可以來跟我們一起討論就是你想要學什麼 然後如果你是老師的話我們可以去你們學校開營隊 然後還有課主呢我們就是可以繼續學校上課 然後還有就是如果你在外縣市有認識一些你想要開小松的空間的話也可以跟我們聊聊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也要找更多夥伴這樣 嗯就這樣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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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